陈伯玉做九年前嫁给五分谱小开张嘉玲 资料照记者中志凯台北报道 资深演员陈伯玉本月改名 现在新名字为陈雨山 忙拍木丹花开百茶某一林 睽違九年没拍戏 为了希望事业更顺 因此请资深命令失了美然出手改名 他说以前讲话比较充 会与人结怨或得罪人 所以就改名 陈伯玉说之前曾在某八点党试验暴入千金 当时穿低胸洋装 不料对戏的男演员居然哪里都不看 却一直看他的胸部 从我的耳环项链 然后就一直盯着我的胸部看 这让陈伯玉十分不爽 直呼这项遭视觉强暴 他当下气到把耳环拔下来 砸在男演员身上 你看够了再来演 该男缺人调侃 看一下而已有什么关系 陈伯玉改名为陈雨山 在牡丹花开誓言反派 翻射牡丹花开 据他透露该男是资深演员 外形俊帅 现在人活跃于线上 经常誓言总裁 大老板等有权势的男人 且当时还有另一叫小排的女演员 也遭殃 傻傻的被他叫过去 然后就摸他的大腿跟屁股 全剧组人都知道 现在改名叫淳雨山之后 他感觉运势大顺 身边不断的涌出贵人 事业跟拍戏都非常的顺 整个人来到人生心巅峰 资神明里失了美然 资料照 资神明里失了美然指出 以前就名伯玉的伯 因为人民的第二个字是象征人缘 及事业 但因伯的右边是白 这代表会出现断层 尤其只要碰到感情就没撤 烂桃花更是层出不穷 容易遇到烂男人 像先前狂描凶男演员就是一例 另外 他第三个字语更不佳 因编是言字编 这象征会出现负面言论 财库也不稳 留不住钱 就像之前他五分普事业 手摊赔400万一样 但现在心灵雨山 刚好补足他命格最缺的水 山更代表批彩衣 财运及贵人双重大爆发